其實我們民主堡樑力量 在12月4日已經是警方申請遊行 到昨天他才給我們這個不反對通知書 其實這個不反對通知書已經是太遲了 不過我們是會跟著我們的準備去遊行 我們將會是兩點鐘出發 因為我們現在集合在高斯維道的火龍徑集合 即是我們為了方便大家 所以我們的集合地點會在中央圖書館 我們在中央圖書館集合 然後我們就會連火龍徑出發 根據我們過去的遊行路視 我們走經高斯維道 伊榮街 渣甸街 軒尼斯道 金鐘道 皇后大道中 雪闖街 夏阿里北道 上阿里北道 然後直白梁振英的狗鬥 禮賓府的都會有什麼 我們會留守好嗎 好 我們會一如既往 我們會向梁振英顯示我們人民的力量 我們顯示我們賭量的力量 我們現在請客 好 接著來談香文 幫我和大家講講 當日留守可能的情況是怎樣 那天我們可能是會留守的 那記得留守的時候 我們可能空氣散散散 和7日7日不走 直到梁振英 好了 我們留守要注意幾個事項 第一 因為會是衝銷的 所以只要戴足夠的衣服 因為會接受熱動 第二 就是要戴陽吃 你可能晚上那一餐都要吃安涼 所以只要戴麵包 還要戴飲料 或者是食物 飲食 水之類 但是到時我們看看現場 情況 市民究竟反應是怎樣 這樣我們就會貼定留守多久 各位 如果對梁振英 這個大華軍 勇氣不上 希望他全職的話 記得參與我們這個留守的行動 謝謝各位 好 接著我們請客 好 讓我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